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会颠覆你对日本的影响 我觉得这一天还是有一点吓人的 有一点吓人的 火箭了 我的天哪 这边就是水天心地了 这个地方是 点赞了吗 关注了 谢谢 日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 游客们惊叹于它的灯红酒力和繁华 然而在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处不为人知的平民区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日本最著名的平民区 大阪西城区 日本给大多数游客的感觉都是干净整洁 并且治安良好 你可能想象不到啊 大阪作为日本的第二大城市 它的贫困率也是位居第二 而犯罪率呢则是全国第一 这里是公认最不安全 治安最差的地方 2018年关系分饰 杀人案件凶手就藏匿于此 直到2008年啊 这里一共发生了24起西城暴动 根据统计 西城区至少聚集了2万名 没有固定居所的短期老公和流浪者 这一片本来是公园啊 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住所 这边是他们洗的衣服嘛 在这里晒耶 在街道上四处可见 木板甚至是铁皮搭建的检衣屋 到处弥漫着一股 就是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你懂的 走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人啊 是躺在地上或者是坐在路边 静止站着小便 前面就是厕所啊 这种牌子在日本也是非常少见的 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蹲在路边的 基本都是一些建筑工人 因为你们看一下我身后 包括这一路很多建筑工地 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大型的 就可能只是一些小的项目 所以他们就会召集很多日节的工人 来这里做事 他们也不会给这些人提供食素和保险 所以他们就群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人平常收入非常低 也没有固定的工作 很多人会酗酒赌火打架 甚至是吸毒 所以周围也是不断地有警察在巡逻 像我们这样的人 年轻的女孩子非常非常少 全部都是中年的 都是中年的 哇 刚刚好吓人 有个大叔跑过来打发 我身后就是警察局 现在我们是两个女生 然后真的觉得还挺吓人的 不敢随便地在一个地方停留 超过一分钟啊 就绝对一定会有人上来 就觉得还是蛮吓人的 三角公园是这些人的主要聚集场所 有时候会在里面卖一些散装的 来路不明的药品 或者是贩卖一些偷来的 或者是捡来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本物的东西 对 聚酒屋里面不要贩卖毒品 禁止暴力团的关系 有毒品的使用 让我拍出什么 看来这里 毒品问题真的很严重 在这里有一些东西的价格 真的是低到让人惊讶 这边的自探机是50块钱 这在日本几乎是看不见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便宜的自探机 本来50块钱的饮料已经是我第一次见到了 可是没想到 我的天哪 30块钱 2块钱 等一下 9月21号 已经过期了 那我们手上的这个是不是因为是快过期了 所以才便宜 100块钱的空音肉卡 这个在日本也是非常低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这家的便当是真的便宜的啊 均价就是200多 200以内全部是这种主食 这家超市的便当真的是出奇的便宜 东京不可能见到的场景 前面那个是旅馆 500一天 30块钱一个晚上 刚刚那个老爷告诉我 他其实不能住一天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短租啊 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这样子 但平均下来一天的话 差不多是500元 这面衣服全部20块 这个旅馆的住宿费也是非常的便宜 才1200日元 这简直在日本就是不能想 在这后面加一个 还有待遇场和这个洗澡的设施 电视 空调和冰箱都有 这附近有大量的短租房 都是以一周挖两周 一个月为单位的这种 这一片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居酒屋小酒馆 然后卡拉屋可以打 这边就是飞天心地了 在西城区有一个劳动福利中心 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会给他们介绍一些简单的工作 同时呢还有好几个老年福利中心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才让这些人聚集在了这里 现在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待会想要回去 看一下这个爱玲的劳动center 虽然我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建设 但是看到的时候还是大为震惊 墙角那边是成堆的垃圾 一排一排的人就躺在地上 劳动中心门口还站着一群工作人员 在维持秩序 我身后呢就是大阪的西城 扶植劳动中心 我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劲道 门口全部都是垃圾 然后地上睡的都是一些 应该是一些流浪者 我刚刚看到这个 其实在日本租房是一件非常贵人的事情 但是这边的房子是专门提供的那些 在这里吃鸡饱啊 没有生活饱上回来的 可以用实入住的房子 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援助啊 但是西城区的流浪人口却有增无减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导致了他们的现状呢 这跟日本的临时工制度脱不开干系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啊 陷入了长期低迷期 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啊 导致很多人下岗 同时呢终身雇佣制也不得不解体 越来越多企业去雇佣便宜的日劫临时工 2012年日本临时工的人数 已经从1000万涨到了1800万 占到了总劳动人口的35% 临时工没有保险工资也不稳定 而且也没有办法升职加薪 所以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临时工和正式员工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越拉越大 一旦出现任何的变故 他们的生活就会崩塌 有一些人在失业之后为了逃避信用卡欠款和房贷 只能去公园的长椅上过夜 然后呢白天就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慢慢的这些人可能也就变成了流浪者 而更让人郁闷的是 在日本即使你要做临时工也是需要一个固定住址的 如果你居无定所即使想要努力去翻身也做不到 只能是陷入到一个死局里面 这些人之中有很多都是曾经的城市建设者 那些宽敞的马路和漂亮的大楼都有他们的一份心血 而如今却得不到妥善的安置 谁来给他们这个机会呢 这样颠覆认知的日本 你又怎么看呢 传点赞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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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気持续 一大一 哎呀妈呀 好嘶嘶 对我一张小明星 妮子哎呀妈呀